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一名16岁的周姓少女去年为了散心骑机车 骑上北一公路跑山散心,不料因后轮胎已磨平 造成车事打滑,她遭到对象水泥玉扮车年毕身亡 引发社会关注,警方将张姓机车车主和正姓水泥车司机过失至十岁送办 但台北的检署日前调查后,16日对二人不起诉 根据调查,周姓少女当时像刚交往一个月的林姓男友说心情不好 请他借机车给他散心,林南向19岁的张南借了一辆普通重型机车魅力蛮你给周姓使用 周姓骑上北一公路后,发现多次在过弯时差点摔倒 还向南有抱怨车况,但南有提醒他要小心骑车 然而,周姓在回程时,骑到财茂弯道时 人为人控制好车速,造成车子打滑并摔倒 可惜的是,正好有正姓水泥车使劲此处 导致周姓遭到碾壁 警方调查后,江张正两人依过失至十岁送办 但台北的检署检察官认为 张正并没有遇见周姓的摔车 也没有及时避免汗室的可能,因此决定不起诉 这起机车车祸事件,让人们再次关注骑车安全 警方提醒民众,骑乘机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确认车况良好,并遵守交通规则以避免悲剧发生 根据警方调查,事发当时周姓骑乘的机车车领已达四年 后轮以摩平,造成在过弯时打滑摔倒 而对向驾驶的水泥浴办车硬无法闪避 将周女碾过,导致惨剧发生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急救 然而人回天罚处 周女不幸过世 检察官看验行车记录器 发现周女自摔后倒被水泥浴办车撞上的时间只有两秒 正性驾驶仪采取刹车等回避动作 因此周女的死并不应规则于正性驾驶 至于张性车主则应警知道自己将机车借给林兰 却不知道林兰转借给未成年的周女去跑山 也无从预期周女会在山路上发生车祸 因此被判罪嫌不足 最终两人均获得不起诉的处分 警方提醒大众 机车是较为危险的交通工具之一 骑程者必须时刻注意车况和路况 以确保自身安全 此外,若要借车给他人 更应确保借车人的安全数字及驾驶能力 避免发生类似的悲剧 此文溢出PTT讨论热烈 网友留言 死掉的就算了林兴男友总该吃行则了吧 还有200万强痴险可以领 那应该告转借车给他的男友 而且车主要可以求偿损失吧 问题是那个借车的灵性男友没事 我记得他隔天还要做支架 有网友还跑去跟店家说要取消 法官又替无造酒驾载开名灯过一手再借OK 不知情下借个未成年 车子还被摔烂,真的很惨 水泥车驾驶更衰飞来汉货 幸好不起诉 倒霉的司机遇到要出山的 大家对于这则新闻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